柯文哲到底有沒有貪汙 有沒有收賄有沒有圖利 這所有東西看最後法院的判決 可是隨著資料慢慢來披露出來的話 最起碼柯文哲對這個案子 應該不會是一無所欺 這整個案子的一些進展的內容 從一些公文包括簽字或是用意 但原則包括大家看到 用那個數字嘛 那個1500就一直在那 包括檢方說加一個檢察官是區塊鏈 包括所有虛擬貨幣的高手 辯方也說有這些 但前提是我想要先問你一個 你講這個案子會不會有壓力 不會啊不會 因為自從有時候會講說 他被國民黨的是叫長輩還是叫什麼 去關切說這個案子 為什麼要一路追 國民黨也講說是就事論事 可是還會加強溝通 所以你想就事論事OK嗎 就事論事 案情就事論事 程序正義我們也是堅持 那這兩個如果擺在一起討論這件事 那媒體上報導 包括你說像陳佩琪 這些錢進進出出像這個樣 會不會覺得怪 如果是這個樣子 包括大家現在鎖定的 包括柯文哲那個他的USB 然後他真的那個USB是隨身攜帶 這種狀況 然後包括大家為什麼現在這麼在乎 那個1500跟區塊鏈這件事 根據黃創下的說法 他說柯文哲一個多小時才開門對不對 正常來講對不對 那個USB裡面透露一個天大的秘密 1500 你理論上那一個多小時你應該就丟掉 馬桶衝走 或從窗戶丟掉 為什麼不丟 這黃創下質疑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有可能這我講的 有可能是因為柯文哲他非常重視USB 我先幫他科普一下 USB不等於隨身碟 USB是不同裝置之間輸出輸入的一種標準 那只是因為很多隨身碟他是用USB的方式 所以現在大家就簡稱隨身碟叫USB 但其實兩個不同東西 應該叫隨身碟 結果柯文哲為什麼不丟隨身碟呢 有可能是因為柯文哲愛隨身碟如痴 那柯文哲本來是斤斤計較 但他以前在當市長的時候 曾經有一次去逛一個3C的展 就特別去買了一個隨身碟 那個隨身碟的1300塊算是貴的 算是貴的隨身碟 他說我給你買沒關係不貴 但是你要幫我掛在脖子上 因為這個隨身碟我要隨身攜帶 所以他是很喜歡買隨身碟 為什麼要把隨身碟隨身攜帶 他很喜歡隨身碟 而且他很喜歡備份東西 然後什麼東西都存在隨身碟裡面 所以他有這個練隨身碟屁 所以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不喜歡丟 有可能 第二種就是不能丟啊 為什麼因為裡面可能有金鑰啊 虛擬貨幣的金鑰啊 所以現在大家都要去查他的金流嘛 那現在查不到現金 在家裡看不到現金 可是大家都知道有一種很 現在很流行的洗錢方式就是虛擬貨幣 在那個交易所裡面對不對 你在台灣買了虛擬貨幣 買虛擬貨幣之後呢 你把那個金鑰啊什麼密碼 帶到國外去 在國外的交易所把它換成現金 這神不知鬼不覺啊 你完全都沒有任何的金流 你這錢就已經洗出去 那所以現在檢方就是在查這個事情 所以檢方找了一個區塊鏈的 專門看這種虛擬貨幣的洗錢的一個 檢察官叫做陳文景 他曾經就是破獲了ACE王牌交易所的詐騙案 那這個王牌交易所他也是用虛擬貨幣的方式 所以這檢察官堪稱是區塊鏈金流高手啊 他他破獲的呢 這個集團的詐團吸金超過八億 而且這個檢察官對於有一些人把錢洗到海外 把它變成海外資產這件事情呢也很了解 所以檢方特別加入這個檢察官其實就是想要去追有沒有可能有虛擬貨幣的禁流 那更詭異的是呢 柯文哲也增加了一個律師 這個律師的外型是光頭 所以他外號叫光頭律師叫蕭逸宏 那本人他這個人 柯文哲先增加 然後檢方才找了陳文景 對對對 那先後最近都OK 只是說為什麼柯文哲你要找了一個這樣的一個律師 蕭逸宏 他本身是做過法官檢察官 然後他也是一個金融犯罪專家 也是一個電腦高手 他曾經有數位見識 還有道德駭客證照的認證 什麼叫道德駭客認證 就是去防敗駭客入侵的一些一些技術 他本身是理工出身的 理工出身 他是理工出身的 中央電機 中央電機 然後雙修雙好像又打到一個法律的碩士 對對對 所以對於駭客虛擬貨幣洗錢 這也非常的了解 但我覺得他那個證照是國際認證的白毛駭客 那個是國際認證的白毛駭客 所以是非常厲害 至少懂那些程序 那我覺得檢方要去追這個虛擬貨幣 這很容易理解 那為什麼你要找一個類似這樣的歷史 要去幫你辯護 所以到底是不是有我們不知道 但是因為兩邊都有高手對決 所以大家形容說是區塊鏈的對決 所以讓這個辦案增添了一點科技感 所以到底是不是成都黃創下 黃創下所講隨身碟裡面有禁藥 不得知 因為裡面如果有禁藥 你講黃創下是我們現場的黃創下 黃創下 我只是說 因為你一直講黃創下黃創下 我現在就要看著他 只是描述一下科技界裡面的話 關於那個有印錢包和軟錢包 然後軟錢包是用軟體 那印錢包的話就是一個 因為其實裡面虛擬貨幣或什麼狀況 App下去之後 先有一個司碼和一個公碼 司碼就是你個人的 公碼是256位元級的工業及安全 進去之後才能夠去處理 那個是很難破解的 小伯給你知道嗎 我是講這些科普姿勢 你不要把我 假設他把那個金鑰啊 就是那個比特幣或UB的那個金鑰啊 或密碼存在那個軟體裡面 丟掉之後呢 可能裡面錢就全部都找不回來 以前海外有一個工程師啊 他就是忘記那個金鑰的密碼 他有一個比特幣 忘記金鑰密碼就損失了2.4億美元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案例哦 另外一個案例是加拿大 有一個交易所執行長 他去印度做志工 不幸意外身亡 但他管理的那個交易所 一半以上的比特幣 就16.996億美元的比特幣 沒有人就完全就沒有 大家找不回來 所以那個密碼那個金鑰很重要 你一直強調那個隨身碟 然後密碼金鑰這些 我是科普的 你到底是要講哪一段 因為你現在沒有任何證據 我跟你講 而且同黨在 你們黨就要不是講說 你們要救世論事 然後你們要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個人是不相信這樣 但是如果是黃創下 你要先講這一段 但是如果是黃創下的說法的話 我幫他解釋他是這個意思 看得出來你剛剛那一大段 完全沒有包袱 完全沒有意思 當然我有說服你 科普的姿勢 創下只是單純在科技上的科普 不涉及到任何個案的問題 可是你說所有這些事情 當所有訊息越來越多 大家在裡面爬梳 好 到底是不是這樣 但第一點 確實沒有看到金流 至少各位現在沒有看到過 然後包括小草 包括白銀人都跟你講說 有查到任何金流嗎 如果你們質疑有土利的問題 土利需要羈押到羈押的地步嗎 科普的姿勢到底哪一段 好 這所有的人 包括質疑了司法公司 所有這些 現在大家剛看到說 從包括木可 然後一路成立到現在 明鳳 包括今天 好 那慧珍講說 像中央基金會 剛剛任俊講 對 那是柯文哲口中 基金會是個魔界 可是現在一路下來 他看中央基金會 所有公開的資料 他覺得這兩千多萬的捐款 怎麼會使用上面 看不到一些發票或什麼 可是今天中央有出來 他有出來發聲明啊 告訴你說你看到的 就不是那些東西啊 他們接下來會告訴你 所有的真相 這不是你想這樣啊 就是你後面那句 我就很懷疑啊 就是說他們會出來 告訴我們真相嘛 他是這樣講的啊 對 所以他們講的話 每次都不一樣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樣講啊 因為面對這一家人 我也不曉得該什麼用 什麼樣的邏輯去理解 今天講這樣 明天講那樣 那我覺得慧珍的意思 就是說看他們這個 整個一個收支的情況 就是說他總共有這個 這個所謂的兩千七七千萬的這個 兩千七千萬 有沒有收入 收入是兩千七百萬 然後支出是兩千六百七十七萬 可是呢整個東西只有辦了市場活動 然後發票呢 也只有一張是十萬塊錢 那就是說那其他那你十萬塊錢 兩千七百萬扣掉十萬塊 應該還有兩千六百九十萬啊 那你那其他的錢去哪裡了 那整筆錢 那你這個整個整個整筆 整筆錢好像這個這個基金會呢 可是今天 可是慧珍的質疑 就是說你你到底錢去哪裡 那會那可是中共基金會 意思就是說 這只是我們今年的工作預算表 可是我可是我覺得 我同意慧珍的一部分 就是說現在也是到了 兩千二十四年的九月 你的預算表如果還是 還是這樣的話 那你下來的活動 你就要緊螺密鼓的 在未來的三個月以內 通通把它辦完 通通把兩千多萬通通辦完嘛 那你要辦什麼活動 你也沒有什麼規劃啊 那你辦小草的聚會 你也不曉得錢哪裡來 你有從眾望拿嗎 也沒有啊 所以你還不是叫小草一個人 叫五百塊錢去辦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慧珍的質疑就是說 如果你是真的要 你只是預算表 然後沒有執行完成的話 那我們也很可疑 就是說你到九月份 你執行率那麼低 這也是很離譜啊 對不對 這個是他們的聲明 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只是財務預算表 那我們就要就是判名嘴 還有媒體不要誤解 藉此大作文章 那意思就是叫你說 惠珍你不要亂講了 我們這個每筆的收入呢 都有什麼金額在這 但是我們也要認為說 已經到了九月 你執行率才這樣子 那你未免也太可疑了 那陳沛琪你自己是要 每天在臉書上呱呱叫啊 然後又開始什麼 有人沒有的 我家老公怎樣怎樣怎樣 你自己要變成那樣的 那你現在又搞一個理由 這個理由說是可以解釋 你去ATM存款的理由 我覺得這個理由真的是我覺得難怪很多人都無法相信你們家 到底這個理財東西是什麼 而且如果你把錢 這個錢真的有所謂民眾捐的捐款 然後你把這個帳戶呢 通通弄到你家三個小孩的裡面去 我告訴你這個在法律上 也會跟跟某位家人姓陳跟我同姓那個人的兒子一樣 你也是有輔助洗錢的這個 罪名 你要不要講再明白再直接一點 就是王世堅他們家的對不對 那所以說 我幫你講白一點 你知道陳志忠他們一家 對 就譬如說你陳志忠 可能這個錢不是他來的 但是他的帳戶裡頭 也都是有寄這個錢 他最後也是有很多的罪名 也是幫助洗錢的一個罪名 也是有沾到邊 所以說我覺得你陳沛琪 你就隨便亂存錢 然後就三個小孩平均分配或怎樣 你最好把這個錢通通說清楚 那我覺得是說你陳志涵 每次讓你講話 我也不曉得哪個是真的 哪個是假的 那如果說你覺得北檢跟民嘴不要一起污蔑你 那表示我們就認定這是真的 對不對 我們直接推進你的邏輯就是真的 那否則你就會只有講 講這個民嘴不要亂傳 那你都講北檢一起跟你跟你亂發消息 那表示這消息是真的 搞不好 因為陳沛琪這部分 他那一次回家之後 有跟黃珊珊接觸 這個東西他在裡面的情況 我相信部分會傳出來在民眾黨裡面 所以說是不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搞不好就是真的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何況這家的媒體跟檢調 大家都覺得說他們有互聯網 所以他們消息有很正確的這個機率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澄清 就一路講到底 你比如說你像那個房子四千三百萬 假如現在你也只是把氣稅拿出來而已 我們講半天你也拿不出所謂的匯款單 有這麼難嗎 你去銀行調的資料有這麼難嗎 才不相信哪個銀行敢為你這麼難